传旨 按祖宗家法 作朝之君 不立太子 当此非常之时 朕未顾国本 决意见处 立皇子 映仁 为皇太子 康熙十三年 朝廷与三藩之乱 评判前线 节节败退的紧张时刻 康熙皇帝迎来了 自己的嫡子映仁 皇后贺舍李氏 南产邦氏 和历史上不同 康熙皇帝 接受了周培公的建议 当场宣布立应认为皇太子 康熙皇帝为何如此着急 周培公又为何会如此建议 这一切还要从索恶徒的 一条昏溃建议开始说起 索恶徒啊 你有何评判之策呀 皇上 大清已到了万劫时刻 必须当即立断 痛下决心了 朕听着呢 按照一般逻辑 希望别人能够接受无奈建议 就要提供能让对方感到无奈的理由 就要强调说明这件事的无奈之处 如果不是如此 我也不会这般建议 索徒强调了大清王朝的万极时刻 就是要康熙皇帝通下决心 接受自己的无奈建议 三番之中 乌三桂是手患 上之心耿惊中 只不过是他的附庸 而要平定乌三桂 则有战和两侧 陈以为 与其倾尽全国兵力 与乌三桂决以死战 不如将至赵安 对乌三桂复职尽决 而将朝中主张撤翻的明珠周培公 贬为庶民 永世不得为官 或者 断然将他们二人问战 如此明显地排除异己 是不是觉得索徒徒 并不像堂堂朝廷守抚 不过如此 你可能误会了 这条建议看似赤裸裸 但却是捏准了当前局势 猜中了康熙皇帝的心思 才有的成熟建议 朝廷于前线节节败退 康熙皇帝心急如焚 此时正愁一个破解办法 如果牺牲明珠和周培公 就能换回和平 换回大清的安稳 康熙皇帝极有可能接受这个建议 要知道 此时的康熙皇帝 不过二十一岁而已 没有那么成熟的考虑 更重要的是 索徒可是堂堂国杖 皇后又即将临盆 能够取信于康熙皇帝的 可能性非常大 另外 为了证明自己的建议 并非出于私心 索徒还有着 只身犯险的奏情 前往云南 说服吴三贵来降的危险性 自然不必多说 此举就能证明 索徒的一心未功 就能尽可能说服 康熙皇帝 可索徒忘了 忘了自己面对的 并非普通帝王 更非普通的年轻小伙子 而是艰辛 搓磨的成熟皇帝 来听听康熙的问题 可是连吴三贵都知道 撤凡是朕的主意啊 皇上 此举不过是向他表明 朝廷昭安之诚意 给吴三贵一个台阶想 因为吴三贵虽然起兵反清 但他并没有必胜的把握 他只是想 世系云南 战山为王 那么皇上不如 把那蛮夷之地封给他 让他世代镇守 那年年给朝廷 纳贡称臣就可以啊 如果要平息吴三贵的怒火 自然要惩治首帆元凶 可撤翻的始作俑者 并非别人 就是康熙皇帝 那么牺牲了明珠和周培公 吴三贵真就能答应和解吗 索徒再次挑战了 康熙皇帝的底线 竟然暗示康熙皇帝 用割地让权的方式 将吴三贵请到谈判桌上 可除此之外 康熙皇帝还有问题 可是明珠和周培公 都是忠臣 哎哟 臣也知道 他们俩都是忠臣 可是如今半壁江山 风炎四起 为了大清的长治旧安 任何臣叔 都该舍生忘死啊 就是用臣的性命 可以换取大清的平安 莫说用臣这一颗脑袋 就是要用臣的全家的 五十三颗脑袋 臣也一无反顾 康熙皇帝没有立马拒绝 让索图顿感又息 甚至不惜用自己的眼泪 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义禀大功 人家说了 如果朝廷需要 如果吴三贵愿意 人家愿意牺牲全家性命 明珠和周培公 为何就不能牺牲一下 只是 站着说话的人 永远不会腰疼 不触及自身利益的时候 永远都会公平公正 索图错就错在 不该用偏安来委屈康熙皇帝 更不该在如此危机的时候 仍不忘党争 康熙皇帝会有何种反应 可想而知 一万茶直接泼在了 自己的岳父脸上 反顾 苏额图 你干脆把朕的脑袋 锁给吴三贵好了 我 朕告诉你 朕 宁可像明皇朱友简那样 吊死在眉山上 也不作偏安之君 苏额图啊 你身为国账 怎么能想出这样的主意来呢 啊 朕知道 与同明珠他们不合 但是 国难当筹 怎么还搞当政 在平叛的时候 我利用平叛 剪除一击 康熙皇帝一语道破了 索额图的小心思 更是直接叫出了 躲在后堂的周培公 要求周培公划定 索额图的罪行 当场予以惩治 只是周培公何等精明 索额图再是罪大恶极 人家也是康熙皇帝的岳父 当朝皇后的亲爹 这般人物 岂能随意定罪 再说了 皇后马上临盆 万一因为惩治了索额图 而出现意外 周培公难逃干系 更何况 这件事牵扯到了周培公 不管周培公如何给索额图定罪 无私也有私 总会被人认为是瑕疵报复 所以周培公非但不能定罪 还要尽可能求情 正在气头上的康熙皇帝 当然不会接受这个解释 放屁 放屁 大明朝 是怎么亡的 就是上下离心 大搞党争 这刚过了多少年 朕告诉你们 三十年 三十年 大清也要重蹈覆辙吧 还是那句话 索颂图到底是国杖 到底是皇后的亲爹 就算最大恶极 也断断然不能论罪惩处 试想一下 如果周培公听了康熙皇帝的命令 真就给索额图定了罪 康熙皇帝如何自处 周培公又会落得何种下场 牵扯领导的自己人 领导再是义正言辞都不能当真 要遵循人心的基本原则 该你参与的慎重而行 不该你参与的坚决躲开 这时 索额图虽然惹怒了康熙皇帝 但后宫却在这个时候 传来了皇后难产的消息 索额图知道 自己乃至整个家族的机会来了 意思很明确 命不久矣 想要什么赶紧要 为了你刚刚出生的儿子 更为了你背后的贺舍李家族 周培公何等聪明 哪里不清楚索额图的意思 为了尽量缓和同索额图的关系 为了不让康熙皇帝留下遗憾 更为了应对前线越来越紧张的局势 他决定奏请康熙皇帝策立太子 从大局上看 策立太子能够稳固国本 能够向天下传递一个信息 那就是朝廷依然很有信心 有绝对实力 能够保证大清的繁荣昌盛 远远留长 此举能够有效增强 朝廷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大大增强前线将士的战斗力 从周培公的个人角度上说 索额图刚刚的建议 就说明他已经将周培公当成了政敌 此举就能从根本上缓和同索额图的关系 化解索额图对自己的敌意 要知道只要康熙皇帝答应策立太子 外有赫舍利家族的庞大势力 内有皇后的难产悲剧 再加上这位小皇子的嫡出身份 这位刚刚出生的皇子 就是皇太子的不二人选 索颇才会感激周培公 果然 康熙皇帝立马宣布了新皇子的名字 并象征性安抚了一下皇长子映之 然后康熙皇帝毅然发布了册封太子的命令 传指按祖宗家法座朝之君 不立太子当此非常之实 朕未顾国本决意见处 立皇子 赫舍利崩氏对于前朝的索徒而言 绝对是一大损失 但册封印仁为皇太子 又重新将索徒推向了权力巅峰 改朝换代以后 索徒更能带领自己的家族 走向继索尼以后的另一个盯盛时期 相较于索徒刚刚的建议 周培公建立册封太子 虽然也有私行驱使 但大局方面的考虑 却足能保证瑕不掩瑜 这才是攻心的正确打开方式 这才是全眸心计该有的模样 只是此时的康熙皇帝当然不会想到 册封印仁又将引发另一场悲剧